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这一课呢我会带领大家进行这个攻三同机训练的第二课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QP总座和分座 或者呢加入到我们公司的官方微信平台 如果你想学习到更全面更系统的教练视频呢 可以来到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讨论和交流 那么希望大家这一课呢可以和我一起来练下去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好我们在训练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 活动好了以防止在训练当中受伤 那其次呢你要选择一副适合自身条件的哑铃 好尽量要准备好一个瑜伽垫子 还有一个差不多这么大的垫子 这个垫子的作用呢稍后会为大家做这个详细解释 好现在看我做 把你的这个整个后半部分的躯干呢 完全贴到瑜伽垫子上 肩部呢正好躺在你的垫子上 好你的肘关节呢保持微躯 看我的肘关节现在是保持微躯状态 两个手的手心呢看我的掌心是相对的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测过哑铃 好看我做第一个动作的动作示范 可以观察到我的这个大臂呢是尽量让它保持不动的 而我只是弯曲我的小臂 使攻三头肌收缩向下运动 大家呢一定要配合好呼吸 其次要注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的肩膀要沉下去完全的沉下去 如果你的肩膀不沉下去的话 肩膀就是这样的 那很多人呢就是这样做这个动作的 这样做呢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呢我放这个垫子的原因呢 一是为了让你这样沉肩 沉肩呢你自己看的肩膀如果触到了这个垫子 就说明你沉肩了 其次呢放这个垫子的原因呢就是说 我们为了让这个哑铃呢继续向下 能使你的空三头肌收缩呢更明显一些 所以呢我们放了下边这个垫子 好这是第一图我们做吧 我们训练完第一个动作之后呢 我们休息15至20秒时间 现在我们进行第二个动作的训练 那么在训练之前呢你要准备好一张凳子 或者说是一张椅子 好凳子呢大概到你膝盖这个位置的高度就可以 好我们现在呢一条腿 看我的右腿右腿呢膝盖搭在这个凳子上 左腿呢是这个膝盖呢保持稍微弯曲一下 蹬在地上右胳膊呢同样要扶在这个椅子 要使劲按住它保持那三点稳定 使你的身子呢在训练当中呢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好我们现在呢侧过哑铃 掌心呢面向自己 好我现在呢保持我的躯干是水平的状态 使我的这个手臂呢弯曲与躯干一样 都是在一个水平状态 好现在看我做动作示范 好这个动作的原理呢就是你的攻三头肌收缩 你的这个大臂呢要保持不动 然后呢让小臂向后延展至 180度的位置 我们稍微控制一下 收回 这个动作呢一发错误呢就是 让你加入了一些惯性来做这个动作 那么这样的话对攻三头肌的锻炼呢就会小一些 那这样的错误示范看我做一个就是像这样做 我们的胳膊呢完全这样甩起来了 这种呢就是借助了一些惯性 所以说呢对攻三头肌的这个轻炼效果呢就会减少一些 所以呢我们做动作的时候要做规范一些 好我们回来的时候呢今天让小臂大臂之间的夹角为90度 这个位置呢你不容易借助一些惯性来做 这个动作呢我们同样做上八个 好现在呢我们做右胳膊的 好看我做动作示范 同理 好看我 我们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配合好呼吸 好 现在呢 整个一大肚的训练就结束了 我们第一大肚完成之后呢 我们休息30秒钟 然后呢 可以稍微喝一点水 或者擦擦汗 进行第二肚训练 好 还是第一个动作 跟我一起练 好 好 我们做八个 现在呢 进行第二个动作的动作训练 好 我们现在翻一下 OK 第二个训练结束 现在呢 我们进行这个第三大组的第一轮训练 各个一起练 练了最后呢 一定要配合好呼吸 记住你的肩膀呢 一定要沉下来 不要把肩膀顶上去 好 这一轮结束 我们最后一轮了 加打劲 好 这一轮结束 好,快點 OK,今天第二課的工三投机训练到此结束 好,今天这一课带领了大家进行工三投机训练的第二课 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都坚持了下来 进入训练完的时候一定要把手臂稍微放松一下 不要让它过于僵硬 如果你还想学习到更多健康分享师的知识 可以关注我们公主的官方微信平台 如果你想学习到更全面更系统的知识视频 可以来到我们公主的官方网站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与大家交流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公主的QQ群进行交流和讨论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